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就快要到2月14號情人節了嘛 對不對啊 其實日本他們非常非常重視情人節 日本還有什麼節日不重視的嗎 對 沒錯阿倫是覺得說他們日本 他們不管再過什麼節日其實都算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像之前的萬聖節啊 比如說還有像是聖誕節啊之類的 然後現在到了2月最後就是所謂的聖誕節 然後現在到了2月就是所謂的情人節對不對 然後我們在台灣對於情人節的印象就是 可能要跟男朋友或是跟女朋友一起去吃大餐啊 或者是互相送禮物啊之類的東西 不過其實日本的情人節跟台灣有點不太一樣喔 是怎麼樣不一樣呢 就像是比如說像情人節很多人都知道要送巧克力嘛 在台灣的話呢 送巧克力呢就是比如說男生跟女生其實是有點互相送的那種感覺 或是偶爾會比如說互相送禮物啊之類的 不過呢其實呢日本他們在情人節呢 他們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們情人節呢是 女生送男生巧克力的日子 對 沒錯 反而男生呢反而男生在那一天呢都不用做什麼事情 對 就是看有沒有人會來送你巧克力那種感覺 然後這一點呢其實也是蠻阿倫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而且說他們在女生在送男生巧克力的時候呢 他們總共有分成三種 三種不同的巧克力 一種呢叫做本命巧克力 本命巧克力就是送給你 等一下 有東西寄來 阿馬總又寄東西來 對 阿倫很常在網路上亂買東西 對好 然後剛才講到哪裡 對 剛才講到本命巧克力 本命巧克力呢就是女生送給你真正喜歡的男生 對 就是阿 我很喜歡他 然後所以說我就送他這個巧克力叫做 本命巧克力 然後另外除了本命巧克力之外還有一個叫做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友巧克力 友巧克力呢就是朋友的巧克力嘛 就是說比如說今天我跟 假設我今天是女生的話 我跟這個男生很要好是像朋友一樣啊 我就會送這個 友巧克力給他 就代表說我們還是好朋友 那種感覺的那種意思 然後另外還有第三種 第三種呢叫做 義理巧克力 義理巧克力 義理巧克力呢在台灣還蠻常 聽到這個名詞的 不過其實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呢我跟你呢 說朋友嘛 可能還不太算是上朋友 的那種關係 然後就比如說就是 啊 前任天到 意思意思送一下 的那種感覺 叫做義理巧克力 對 然後這個 這個是阿倫問 實際的去問那個阿倫的 日本的朋友呢 他會給阿倫這個答案 然後阿倫一開始聽到的時候就 真的假的 就是真的 原來連巧克力都有分這麼多種等級 而且最讓阿倫意外的就是 原來友巧克力 朋友的巧克力 跟義理巧克力 跟義理巧克力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等級也是有所差別的 這一點呢是阿倫 當初知道的時候 覺得還蠻訝異的一個地方喔 好 然後因為 情人節快到了嘛 然後日本呢他們 也看中了這個商機 然後就很多不同的廠商 都有推出了很多那個 關於巧克力的一些系列的產品 像是之前 Ryu跟Mao他們有吃過的一個 像是比如說 巧克力的泡麵 就是那種廠商看準的情人節商機 而推出的一個很特別的商品喔 然後今天呢阿倫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什麼東西呢 今天要介紹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所看到的POKY 就是那個巧克力棒 然後這個阿倫已經吃掉所以又打開了 然後我們一開始 一般看到的是這種 POKY 有寫著POKY的這個盒子 然後最近呢 他們POKY Gurigo呢他們在 呃 在情人節的前戲呢 推出了一系列 很特別的包裝 就是 這一個 登登 大家看到 好像乍看之下 跟我們所一般看到的 POKY的包裝很像 不過其實你仔細看 仔細看一下 它上面的字呢 是不一樣的 像是比如說這一個 這一個呢 ママキ 就是 媽媽 就是送給媽媽媽的巧克力 媽媽 就是謝謝媽媽謝謝你啊 的一個特殊包裝 TOMOKY これからも 友達 就是剛才阿倫所說的 TOMO CHOCOL 就是給朋友用的 好朋友的巧克力喔 這呢 SANKY 就是 有點像是 SANKYOU的那個感覺喔 SANKYOU 一直もSANKYOU DESU 就算是有點像是GIRRI GIRRI CHOCOL的那種感覺吧 就是 一直以來 謝謝你的幫忙啊 之類的那個 一個特別的一種包裝喔 GAMBAKI GAMBA DE KUDASAI 就是 幫人家打氣用的一個 最特別的包裝 叫做GAMBAKI 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這一個啦 最最重要的 SUCKY あなたが好きです 對 這個就是用來 告白用的巧克力 好呢 其實除了阿倫買的這些呢 還有其他很多很多不同的 就是 各種 各種KI 各種有不同文字的這個 包裝齁 像我們一般所看到的這個POKE 是長這樣子 然後最近呢 就有出這種很多不同文字的POKE 你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就買回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喔 而且呢 最特別的是 它一般的 像我們本來的這個POKE 後面的包裝呢 是像這樣子的 就是很一般的 然後至於 像比如說這個 這一個 它後面的包裝呢 是像這樣子 將 沒錯 後面有一個大大的愛心 大大的愛心可以幹嘛 就是讓你可以寫一些メッセージ 寫一些メッセージ給別人 比如說 就是 一直以來都很謝謝你啊 或者是 我真的很喜歡你之類 你可以寫在這上面 像是它這種 新推出的這個 各種 不同的這種包裝 後面呢都會同樣的 有一個這種大大的愛心 可以讓你來 寫這些文字 給你想要送給的人喔 就是像這樣子 沒錯 對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這個POKE 的這個情人節的限定 限定期間所推出的 各種不同文字的 包裝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如果大家有機會呢 最近有機會來到日本的話呢 也不妨可以去 像這個阿倫是在日本的便利商店買的 所以說你們可以不妨去日本的便利商店 去看看 就是這種 很特別 特別 文字的 POKE的一個小零食喔 你也可以拿 買這種 喜歡 然後可以送給你喜歡的人喔 好 其實阿倫也有買 這個 這個巧克力 炒麵 然後大家想要看阿倫 如果想看阿倫吃這個的話呢 請在下面留言給阿倫 讓阿倫知道一下喔 雖然說之前貓好像有吃過了嘛 不過因為阿倫沒有看那部影片 阿倫還沒有看那部影片 阿倫還沒有看那部影片 所以說吃起來的 反應呢可能會跟他有點不一樣 如果你想要看阿倫吃這個的話呢 請留言在下面 下面的留言欄裡面 阿倫如果看到覺得OK的話 阿倫覺得實際的吃給大家看看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今天呢 阿倫今天呢 只要吃給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呢 像是日本一些有趣的產品 然後像今天這種 日本一些偶爾的那種 期間限定所推出的一些 東西的介紹等等 有興趣的人不妨訂閱阿倫的頻道 來追蹤阿倫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呢 這邊呢是阿倫的粉絲頁 跟阿倫的Instagram 有興趣的人不妨去追蹤一下阿倫喔 如果是你還沒有訂閱阿倫的影片 請幫這個影片的下面 下面有個紅色的按鈕 請幫阿倫按鈕來訂閱阿倫的頻道喔 另外呢 那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新人節快到了 沒有男女朋友的人 也可以買一個 Pocky回家吃吃喔